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第一次不太算 第一次比较 李登辉跟彭明明选 那个比较那个 那每次的选举都很多怪兆 那我自己从96年 那时候我已经在当记者 然后一路到现在 虽然我不是跑政治 我没有办法像伟翰这样子 伟翰今天就直接把那个 小英女孩的那个画面掉出来 坦白讲我已经忘了 我今天看 我刚才把他的那个画面 就看了画面都 对对对对 可是我已经想不起来 2012的我已经想不起来 那一来我自己不是跑政治的 没有伟翰那么专业 二来这个 自己年纪大了 记忆力也没那么多 这个我觉得这个 当然这个整个大的事件 一定会记得了 像319枪旗安 这个新票案等等 我自己觉得 今年的这一次中文大选 恐怕是最诡异的一次的 这个选举 最诡异的 那决定胜负的 恐怕不是传统的 这个政客 媒体恐怕不是 我觉得啦 那33天之后来检验 我讲的对不对 我认为像今天 这个苹果电子报的民调 把韩国义做到15% 蔡总统是50% 然后韩国义是15% 已经做到这样子 那我就根本 当然我跟各位讲 我会看 但是我连谈都不谈 所以我说 最诡异的一次的选举 靠的是大家 手上的那张选票 能不能整个翻转 其实讲翻转 这个词有点怪 因为我这样讲 还有33天投票 你已经决定 你要投给谁了 好像我已经决定了 那有一些支持蔡总统 或支持韩市长 也都决定了 我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说 你还有33天投票 你现在决定 你可不可以改 说韩文兄 你怎么这么傻 33天了到投票 我在盖票的前一刻 我都还可以改 对不对 三组候选人 我把它投这一个 我要盖它去的时候 突然转到另外一边 也可以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你高兴的别高兴 担心的别担心 因为其实还有33天 变化很多 你如果现在跟我讲说 谁一定赢谁一定输 这个 我也是不太懂 为什么 为什么也要一直去 这个 但我还是尊重大家的 最后我们民主 投票的决定 那看你是不是 很容易被骗 看你是不是很容易 被带风向 讨厌的是选民 好 那 狗贝尔社 我们来看这个韩国瑜 提到杨慧如当污点证人 那国民党的副发言人 这我们今天每日去 他说这个女警 就跟陈一鸣有这个 这个推的那个女警 他说像路人假或怪阿姨 这个发言很差 国民党的这个中央党部的干部 很弱 很弱 那当然就是因为武敦一他 这个用人为师 所以国民党那些干部都贫 文传会 找了张显耀跟蔡震远 回去打选战 当然显耀兄跟蔡震远都认识 我说我跟他们都认识 你怎么找他们两个去打选战 这个 好 那第二段我们要看这个 韩国瑜的猪队友们 在外交部弄了这些乌龙 还有吴思怀跟吴敦英的问题 好 那第一段我们要先从这个 两岸来开始谈 因为这几天啊 这个韩国瑜跟蔡 蔡总统这边在讨论是要谁来办辩论 一种是中选会那个证件发表会 证件发表会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然后这个握手再见 就是这个非常无聊的 证件发表会其实意义不大 那辩论呢到底就变几场 谁来办 这个也能吵 我觉得啦 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再有三立办 我不太懂为什么一定要三立来办 别台都不会办 那天林楚音讲说 我们三立自播团队很有经验 你笑死人了 林楚音 不要说别人给你吐槽 你说办证件发表会这种 piece of cake 哪一家新闻台不会办 哪一家新闻台没办过 你告诉我 哪一家新闻台的自播团队做不出来 那个辩论会或证件发表会 不可能嘛 除非你像郭台铭那种的 郭台铭他是敌视中天 有没有 那时候国民党不是那个什么 国政院警发表 不行 中天不能转播 为什么中天不能转播 中天转播是会作弊 这么多台在看他敢作弊吗 这么多专家在看他敢出怪招吗 用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父 我那觉得很无聊 所以藉由这次国民党出行 也才搭认 原来郭台铭是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个收获 他很有钱 但是没什么水准 他指控别人都不用证据的 韩国瑜被蔡衍明操控 蔡衍明被国台办操控 证据呢 不用证据 我很有潜入不用证据 反正有人会帮我讲话 这样对吗 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是 你指控别人不用证据的 你要证明你没被操控 笑死人了吗 举证之所在 败诉之所在 应该举证的是 你讲人家是你要指控 你要付得举证 陈维文贪污 你说我贪污可以 你说我收钱可以 你证据在哪里 你要证明你没收钱 我靠这么厉害 我还证明我自己没收钱 看这个 好 这个 我们第一段为 美丽岛事件 40周年开始摊起 陈菊 他说很多人没有出席 他是美丽岛的 真正的政治犯 陈菊 当年 这个也 习增很多 蔡总统那天 特别调整行程 去参加游行 在高雄办的 这个40周年纪 蔡总统一参加 以蔡总统的年纪 其实应该问蔡总统 那美丽岛事件 说你在干嘛 我们不是要求 每一个人都要像 吕秀莲 施明德 黄信介 他们去做黑劳 不是这样要求 那个时候你在干嘛 民进党要不着动进行 去到国民党 堆杀的时候 你干嘛 其实这个很悲哀 我看到那个 范云 范云去 骂国民党 也很好笑 你一个自己当党主席人 你跑去当别党的 部分去立委 丢脸丢死 当年这个 范云他们去推 这个野百合的学运 其实以我的标准来看 我们唯一能够称为学运的 就是野百合 后面那什么野草莓 什么大长花 那个鬼打架 真的 不过我觉得很可惜 一席不分去立委 就把你整个党给卖了 这个 坦白讲 被挨了 好 陈菊说很多人没出席 那有些已经离开了 也不在人间 那有些不愿意去的 好像刚提到这个 吕副总统 施明德 他们就不愿意出席 好 那陈菊说 希望明年41周年 能够有更多的人 一起来纪念美丽岛 他说白色恐怖都走过了 有什么不能讨论的 这个就对了 好 陈菊说 白色恐怖 挙人弄到这样 为什么 现在已经这样的 民进党完全执政 蔡英文当总统 民进党完全当家 那为什么你不来参加 美丽岛的周年纪念 陈菊这个点出问题 其实要去想的是蔡总统 你是民进党第一人 完全这种总统 为什么变这样子 蔡总统 要自己想想 好 另外这个也是 美丽岛的政治办 杨青处 他说台湾人 要选台湾国的总统 台湾人要选台湾国的总统 不过这个 这个青处兄也很有风度 他说国民党要选 中华民国总统 我尊重 但是他认为台湾人 要选台湾国的总统 所以待会我们那个 1900的那个 会议判设会我们要谈 这个日本的这个 年度的流行语 叫做one team 一个队伍 一个团队 one team 那你知道我们今年的这个 2019的代表这是乱 你知道 我们跟日本的那个 整个国情差在哪里 我们的代表这是乱 乱七八糟的乱 人家这个流行语的代表这是one team 一个团队 我们是不是一个团队 我们显然不是 所以杨庆祝说台湾人要选台湾国的总统 他又说蔡总统选支持台独的赖清德当副手 他觉得很感动 因为这样子 他支持蔡总统 他说要听那个副总统的话 他说蔡总统要听副总统的话 要支持台独这样子 因为这款正港的独排 像杨庆祝这款 他这个米雷都出来这款的独排 我是非常尊重 那时候他去被抓去坐牢 然后各种的什么行求 逼供 白色恐怖那个时候 我不去评断他的 因为尊重他的主张 我们是百分之百言论的自由 但我们现在33天都要选总统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把它切割过来看 美丽岛40周年是美丽岛40周年 明年中大选 明年中大选 这两件不同的事件 当然有相关 当然有相关 但是像杨兄他们的这种 支持台湾独立这款的 这个立场 是不是跟选中华民国总统有差别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说 他说台湾人要选台湾狗的总统 蔡总统选这个支持台湾狗的 六千多做富手 这个部分我都尊重 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 但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我上礼拜我们节目都有谈 我说韩国瑜教证辩论两岸政策 他应该找赖清德 而不是蔡英文 这是一场混战 所以有个什么很色情的一张图片 然后不知道谁做 然后吵一吵又不知道吵什么 那这个韩国瑜他们今天开记者会 说什么蔡总统没请假 什么很多行程在拜庙什么 其实我们看以前这个马总统 马总统连着说他也没请假 但马总统对公司这方面 他分得比较清楚 这个是公务行程 这个是选举行程 那马总统他比较自我要求比较严格 那蔡总统是弄到拉州会 那当然我讲句实在话 说这个东西 因为我下午跟这个 这个王浅秋一起录影 听他那些抱怨 就是他说他不土不快 这我听的是很难过 就说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选举 我为什么说韩国瑜 应该去跟赖清德编论 因为选举选举了 撈掉了 那我们历届总统大选 都选得很差 历届总统大选都是奥布 你们爸爸什么事情 你们以前你们大家 怎么怎么乱七八糟 吵来吵来吵去 没有一次选举是正面的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的 喜欢韩国瑜去年 跟陈其迈的选举 其实你看 现在韩国瑜被骂的这些事情 都不是去年韩国瑜做的 你看他沙事场是22年了 22 22 years ago very long time 所以像我们这种ICRT的主持人 就英文会一点点 22年前的事情 但他不是去年发生的 他们去跟台塘租地 什么维多利亚学校 李嘉芬他爸爸在干嘛 那个都是以前的事情 可是去年陈其迈选举的时候 为什么不打 为什么 陈其迈的自己也很特别是好说的 陈其迈的爸爸 陈其迈的妈妈 陈其迈的姓家 我要把你修理 我黑的也能讲成白的 白白包 都可以打的 可是都不打 所以我说选举选low掉了 他就要把他变成一个 一个低格调低层次的乌贼战跟泥巴战 然后你中招了 你也生气了 要比烂 来比烂 你骂我什么就骂你什么 就像最经典的议员制那个事情 李嘉芬买卖房子被补税 议员制说 蔡英文的哥哥也补过税 蔡英文的哥哥补过税 然后呢 然后呢 所以李嘉芬也可以补税 那就是在比烂 我不是说 有欠税补税 那个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你要说要跟陈水扁 吴淑貞这样子 收钱那比 差十万半 你就是不能比烂 你要比好 我刚刚前面讲 我认为很多人都还没决定要投谁 民调不是50比15 那个是民调 我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你花几百万几千万 成立一个民调公司 如果你是民调公司的老板 你开民调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问题很笨对不对 你觉得呢 对不起 你开民调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你又不是公益团体 你又不是慈善单位 你开民调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我后人说当然是赚钱 那就对了 那是要赚钱啊 那他开民调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他当然得做出个数字 做出个结果出来 我跟你讲 我认为很多人都还没决定要投谁 我干嘛现在决定 我请问你 你33天之后午餐要吃什么 怎么问这种问题 33天之后午餐要吃什么 我干嘛现在决定啊 那你33天之后你投票投给谁 有人决定了 有人就非韩不投或是非菜不投 很多人都还没决定 还在看 实在 不要被澳部影响 好 那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真的认同中华民国吗 我不认为啊 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应该跟杨清处一样 他们是不认同中华民国的 就是摆明的要借壳上市 那杨清处都讲说要选台湾国的总统了 赖清德你在选什么 那如果韩国瑜公开的这个校正 要求辩论台独的金孙好意识拒绝吗 你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我不跟你辩论别的 不要谈那些五四三 就谈两岸 谈国家的这个定位跟发展 为什么赖清德讲说 那个国企国号可以改 两千三百万人决定就可以改 为什么 因为他想改 他想改 这个国企不对吗 这个国号不对吗 为什么不能叫中华民国呢 你去辩论赖清德的骨骼就说出来 这个远比什么1450那个重要多了 到底那个手是自己夹到 还是黄昭顺把手推进去 那个很重要吗 其实那个没有那么重要 真正的重点是要辩论 你看选举权能怎么样 你看到我今天还看到那个报纸写 那个什么 什么 张善政啊 还在吹嘘他那个劳保 我实在不是很想骂他 两年一千亿啊 一年是五百亿 一年五百亿 两年一千亿一年五百亿嘛 那蔡政府的承诺是 每年两百亿 那两百亿跟五百亿干嘛 就说老保年纪很大一个洞 他的潜藏的负债是九兆 九兆 九兆是九万亿 一兆是一万亿嘛 九兆就是九万亿 他那个洞是九万亿这么大 所以老保不敢他是一定倒的 洞太大嘛 你说那我 我每年啊 丢两百亿进去 跟我每年丢五百亿进去 那有什么不一样 你这个洞是九兆 其实五百亿跟两百亿 在九兆面前其实差别不大 我的比你好 我多丢三百亿 那个你就是 你根本没有去 面对老保年纪的问题 老保年纪的问题很简单 缴的太少 淋的太多 就这么简单 就跟我们当初在谈军控教 年纪的意思是一样 他的费率太低嘛 你真的要到 不要说赚钱 你到平衡 老保的费率要调到 大概28%左右 不是18% 是28% 你如果真的要调到28% 你看大家 一句话要够够多少 现在几% 你不知道 10% 10% 本来 你现在躺在立法院 那个 本来要把它调到18% 要把老保的那个费率调到18% 行锁 快快调到18% 票都跑光了 改12%好了 把18%改为12% 可是我刚讲 去精算的结果 你要达到平衡 你要调到大概28% 如果你照现在的版本 调到12% 连一半都不到 28%的一半是14% 本来那个 那个 陈建仁副总统 不是在总统府开了一个什么 什么 年金改革委员会吗 年改会那个 那时候他们的版本 是10% 费率要调到18% 送到立法院变12% 我跟你讲 民进党连12%都不敢过 躺在那里也不敢动 不敢连洞都不敢动 所以你如果在那种什么 什么500亿200亿那边去打转 那个就是骗外行人 他每年丢200亿 我每年丢500亿 那个洞是九兆 你丢那个钱干嘛 你根本没有面对问题 你每年丢1000亿 到2026年 他一样破产 你一年丢1000亿 他到2026很快 才7年 7年不到他就破产 怎么办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 因为选到变low掉了 就会变成 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面打转 但是我们每次选都是这样 每次选都选得很脏 然后很多怪招 那个蔡总统说 投给他就是护国保台 护国保台 所以他就打那个主权牌 然后就护国保台 那请问蔡总 那如果韩国瑜当选 我觉得韩国瑜有可能当选 那如果韩国瑜当选 就世界末日 因为你说投给你才是护国保台 那韩国瑜说 这是中华民国的生死保卫战 中华民国的生死保卫战 请问韩国 那如果蔡总统连任 如果蔡总统连任那怎么办 那就中华民国生死保卫战 失败 中华民国就再见 中华民国就灭亡 是这样子吗 所以两边其实都在卖芒果干 卖的产品不一样 卖的手法不一样 所以如果变成恶豆 就比较没有意思 就是说我跟你比蛋 你骂我 你丢我一桌泥巴 我泼泥盆水什么 就变成是凹薄比赛 谁能够展现那种层次高度跟格局 所以我刚前面跟他讲说 日本的流行语是one team 如果我当选 所有的 我们的同胞 虽然你没投给我 虽然你经常在网路骂我 我一样是你的总统 我们这个team one team 那个概念 要出来 而不是说一直骂 韩国瑜说如果蔡总统连的就是 另外事情就惨惨惨惨惨 四个字都是惨 那个就变成比较一点在这个 我觉得应该正面 你要让中间选民相信 你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不可能完美 不可能是蔡总统或是韩国瑜 你们是完美的 一点缺点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你诉求的对象 应该离开同温城 应该离开 本来就会投给你的 因为他本来就要投给你 你去找他干嘛 昨天在板桥说 有号称有人说十万有人说八万 这个人很多 他本来 礼拜时 没去外面走走走走去板桥的 体育上去参加你的 新北跟立委的联合竞选总部的成立 给你民主 有的人还进不去 后来都管制 满满满的很多人 说八万十万什么 那些票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九十九 他本来就要投韩国瑜 他本来就要投你 长的台北就稍微晴亮 虽然有点小太阳 可是还是有点偏冷 这么多人去 那些本来就要投给你 你把他找 来来来 那个扩展票源的效果 雇票是有用 但是扩展票源的效果 恐怕比较有限 我本来就要投你 我看我们那个两个板手 那个易亚金有去 林小良也有去 他们本来就是要自权贵 你们去干嘛 我来到岛的 那个绝对没问题 但是说 你要争取的是中间选民 还没有决定的 我认为是中间选民比较多 还有33年投票 他干嘛现在决定 他有可能去投蔡总统 他有可能去投韩国瑜 就看两边如何去 去营造出 其实你是个one team的队长 如果选后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继续蓝绿二斗什么的 所以我实在是看蓝绿二斗 看这么多人家看得再难过 实在没必要 那这个统独之间 跟国家定位问题 他终究得面对跟解决 蔡总统连任的话 离安关系就是继续往下 后面四年 韩国瑜讲的其实是没错 就是惨惨惨惨惨 他走不出去 不路好惊 什么顶住压力啊 什么互主权什么的 那都是骗人的啦 我再讲一遍 无论蔡总统连任或是韩国瑜当选 台湾都不会变香港 这四年也不会捅 也不会赌啊 也都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啊 就这么简单啊 如果你会被骗会被拐 这个韩国瑜当选的 台湾就变香港 你如果这么好骗 我也没办法 网路就是人这样子讲 一些年轻人 就韩国瑜当选 我们就变香港了 这么幼稚的话 他也能够去洗脑 然后你也会被骗 但这个这么明显的东西 还要再去讲 还要再去什么的 也很无奈啦 因为虽然我们有这个 民主法治的选举 但是我不得不说 这个我们从1996选到现在 比较 比较粗陋 比较敢 比较不减小的 比较贏 就像沉睡扁 两颗子弹啊 赢两万票这样 来我们今天观看 第二晚餐 我是陈徽伟 来我们的空音电话是 0223 63955 空223 639 我刚刚讲说那个 应该很多朋友还没有决定 这个要就是谁 我讲的是中间选民 那你如果说你是蓝绿的基本盘 你早就决定要投蔡总统 或是要投韩市长 那是必然 因为蓝绿各自归队 所以 其实是没有第三党的空间 那个什么 宋楚瑜说他要谈政见 今天在晚报登记广告 我想说宋主席 那中间那四年也没听到你讲什么 这个就是宋楚瑜跟柯批 跟郭台铭面对同样的问题吗 你说不要这样子 我要谈政见 那你过去四年都没讲什么啊 那怎么快选举 你跟我说你要谈政见 然后宋楚瑜他很鄙视韩国瑜 他说韩国瑜只能当立委 为什么 我们投票给他他就是总统啦 不然勒 这很奇怪 这么看不起人啊 他的学经理只能当立委 夭壽 那如果照宋楚瑜的标准 那我只能去干嘛 我去打杂好了 我又不可以坐这 我学经理这么差 我在那边当主持人 这很离谱的 我实在想说他选第五次的 人家说一张票一世间 已经投过给宋楚瑜 其实你认函已经正 他怎么还想说他 还有人以为他会当选 我都快昏倒了 真的是 谈到有点浪费时间 很抱歉 与其谈宋楚瑜 我们不如来听歌 来 欺负我整会离开你 但国内每个人民都可以找我 我所以要出生 就应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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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 韩国瑜有出了一个竞选歌曲 然后今天他在中选会登记的时候 唱那个彩虹铃 这个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 因为我比较主观啦 刚刚讲那两首都比较那个 所以我们还是会播这个 我现在讲过在选前 因为我们也只剩三四三天投票 我还是播这个 你叫我去播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什么蓝天 还有什么什么彩虹铃 那个就比较那个 那你喜欢那个 你自己去听那个 好不好 我播我是播这个 这个很抱歉 这个请大家这个见谅 因为这个也没有人规定 你要播什么 那蔡总统的竞选歌曲我大家还没看到 不知道蔡总统他的这个 这个团队 好 我们来借Coin 022363995 来贝勒晚餐 你好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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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在你母亲夜 叶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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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先生 你要投谁 那个韩 投韩啊 韩国瑜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被黑的很厉害 就像当年的那个 当年的那个台湾巡抚流民船 当年的台湾巡抚啊 流民船 他当年也被黑的很厉害 但是他当初帮台湾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认为你对台湾史还有涉猎就对了 有一点点 你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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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民船被黑什么 真的 真的 我没有 他因为当年就是打中法战争嘛 对不对 当年也是被黑说他不打中法 他不敢打还跑掉 对啊 好好好 这是我 然后再加上他又是 他又是输出啊 他不是近视出身的 所以 都被精英兰 知识兰 很排斥这样 所以 因为当年他也被黑人蝉 所以你现在 这个支持韩国瑜就对了 是是是 原谅如果你当总统 你自己想做什么 我想跟 跟这个 罪恋习习大大 谈统一 未来统一之后呢 我怎么统治这个中国 你跟习近平谈统一 然后是你去你去统治中国 是的 那我知道接下一通了 这个 让你去统治中国 那习近平要干嘛 开玩笑 你自己也知道开玩笑 再见 这个怎么可能的事情 你当选总统 你去跟习近平谈统一 人民也没授权你去谈统一 他是授权你当中华民国总统 不是授权你当统一 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不管谁当选都不会一国两制 也不会变香港 不要那么好骗好不好 马英九这一天也被休离 马英九说你见过政协的代表 马英九说我连他们总书记都见过 见了什么政协 阿公的政协代表2000多人 什么东东 可是阿公的总书记只有一个人 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都见过 所以马英九是很好的对照组 马英九被讲卖台卖那么久了 卖那么惨了 不可能卖台 他怎么卖 022363995来 北京晚餐你好 哈啰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贵姓 台北小张 小张你好 小张你要投谁 韩国瑜 有什么 因为导一投他可能 未来如果他做不好的话 会比较多人可以抗争 民进党很会抗争 就可以直接抗争 可是如果投民进党的话 他做不好你也没办法抗争 因为国民党太弱了 小张你这个投韩国瑜的理由 我可以给你零分吗 这什么理由啊 因为两个都不好嘛 但是还是要选一个来投啊 对 所以蔡跟韩妮都不满意 对 但是一定得找一个来投 对 所以两害相权 就要投韩国瑜这样 是啊 如果真的他做不好的话 你看最近的抗争 几乎国民党抗争都是无用的 这个变成闹剧了 抗争变成闹剧了 这个党才不容易 那个来小张 你如果自己当总统 你要做什么 修宪跟教改 修宪要怎么修 就是用公投下去 投来修啊 对啊修什么啊 你宪法修哪个部分 宪法哦 你不是修宪的 修地区啊 来来你这样看来 就是你台湾现在已经 中华民国现在已经 没有其他地位 就是真的可能就只有台澎金马而已啊 哇 那你要有一个比照的话 不然以中国原本的宪法的话 还是有包含大陆的啊 小张 对 显然你对宪法不熟 你去看一下宪法征修条文 那已经修好了 好 你修宪 那当年的那个宪法征修条文 就是你讲的这一块 就目前就是台澎金马 可是他的母法还是在 所以那个才叫征修条文 所以你要讲的事情 他已经做好了 好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 也是 这个冲突矛盾的地方 那到底怎么办 好 所以 虽然我刚讲说 那个蔡跟韩谁当选 都不会变成香港 也都不会统一或独立 也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可是这两个候选人 就是蔡英文跟韩国瑜谁当选 其实对国家未来四年是会有 方向是会有影响的 不至于说要跟阿共摊牌 我们也没有牌跟人家摊 有美国跟阿共两强在那边 我们连教牌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是被人家戳着碗的 没办法 但是在我们自己内部的话 这四年的国家的走向 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问大家 谁当选两岸关系会比较好 谁当选经济会比较好 这个东西其实大家要去思考 我们要再接通 02363995来被电话餐 你好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你好你好 不容易打进去 你好你好 你住哪个贵姓你好 我住土城 我姓杨 杨先生来 你要投谁 我投给红口鱼 有些什么 因为我反台独的 你反台独 台独的票不可以拿到我的票 所以你 不会民进党把台独党刚废掉再说吧 那个是省主牌 那个废不了 废不了都不妥他 反正他有坚持 我有坚持啊 一样啊 好 那杨杨如果你自己当总统 你要做什么 如果我有幸当总统 我提出统一的条件 不是统一时间表 是统一条件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喂有听到吗 有有有 再听你解释 我会提提出说 你从大陆想跟台湾统一很简单 我可以提出我的条件 就是两岸统一以后 都一国一制 用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字 你共产党来台湾设长部 我国民党民党一样 大陆设长部 大家推派人选来选 我不怕你 虽然台湾人口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台湾要有信心 统一的条件就对了 对不是统一时间表 说你如果做得到这个条件 我就跟你统一 做不到我们就维持现状 那杨先生那为什么是我们说了算 不是我们说了算 我们提出条件 他答应我们就统一嘛 他不答应我们就维持现状 那不是我们说了算 那不就是你说了算吗 你再想一想 我是说如果我当总统的话 对 我提出我们的主张 就是说 统一的主张就是 一国一制 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而不是共产制度 你刚讲过了 你没有去想我的问题 为什么是你说的算 不是因为你是总统 你要想想人家的立场 杨先生 我没有要跟你争辩 你要想想看习近平的立场 你开这个条件 习近平就接受 习近平不是变成你的附水组织 因为变成小汉 你两岸如果要谈 一定是对等尊严的情况去谈 不是我开什么条件 你答应我们就统一 你不答应我们就维持现状 这就变成你说了算 那你比习近平还大 那习近平怎么回去 跟他的那些十几亿人交代 我跟他谈判回来 然后就照他讲的做 那他怎么办 所以要用同理心去想看看 不是你说的准算 谈判其实 有相当的困难 特别我们的处境非常的那个 谢谢土承阳先生 你再想想我的问题 我说你就算你当我们的总统 你去跟他谈判 也不是我们说的就算了 这个双方都有各自的 这个压力 谁去谈判 光是个中共代理人 大家都这个鬼隐窗窗 谁敢去谈判 那谁有获得授权去谈判 这个都问题大 所以说短期之内 显然是过 你看那个 那个博瑞光啊 他讲说这个 以前AIT的主席 他说两岸没有和平同意的可能 然后呢 他是个美国退休官员 你管他讲什么 参考就好了 我再讲一遍 两岸三地 如果西线无战事 美国很多智库跟研究员 要喝西北风 那我们要干嘛 没有的研究 没有的挑衅 没事做 连书都不用写了 前一阵子 那个澳洲媒体 不是一个什么 叫王立强啊 China Spy Fars 中国间谍的闹剧啊 CIA有一个分析说 对 共谍很可恶啊 讲完没多久 我最近有一本书要出 在卖书 美国人 我觉得很正常啊 就有人靠这个 两岸三地的矛盾 跟冲突在谋生的 不要被人家利用了 好 我们看中国时报 上个礼拜的社论 韩国瑜捡到炮 不是捡到枪啊 捡到炮 但是要会用 没想到这个 中国时报的社论的建议啊 是一语成秤 那事实证明 蓝军连抗议都需要训练 我们看这两天 被绿媒这个痛欧的 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 陈一鸣 涉嫌推这个女警 出炉在先 说谎在后 这个非常的不应该了 那女警说她是保留的 当然这个女警她比较 理会是她没有出示她的识别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通常保留会去 我也觉得很正常 因为那一天 我听国民党的市议员说 说警察来了五百个 有到五百个吗 因为他可能就调派 这个保安警力来支援 那保留的第二大队 他本来就是这个支援 这个部会的勤务啊 保留两个大队 第一大队就是总统和副总统 那是A咖 所以他以为挑了 就是比较精英的在第一大队 那第二大队负责部会 那现在那个女警说 她是保留 那我是觉得保警 这个讲的比较远 我觉得保警应该通通飞掉 因为以前有到保七 保七被海巡署病走了 叫做海洋警察总局 那海巡署把保七病了之后呢 海巡署自己也被病了 现在叫做行政院海洋委员会 这单位都是多的 以前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没有这个单位 马照跑舞照跳 跌创架 所以为什么那个韩国瑜他讲 观光部跟体育部我都反对 我们的部会太多了 还观光部体育部 我听到脸都绿了 那海洋委员会不知道在干嘛 就把所有跟海有关的通常挤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大杂会 好那我刚讲那个保一月三四五六 现在没有期的百一月三四五六 都是当年因为戒严 解严 我们解严是1987年 到现在也三十几年了 就当初警总要废掉 警备总部要废掉 所以他就保安警察总队来去填 那个控 所以刚解严的时候 其实保安总队不怕 因为那时候比较大的群众活动 保安警察很凶 那后来这个后面这几年 保安警察从中就变成 有很多官 他总队长到三线三 很大 三线三然后呢 然后也没干嘛 我既然保一是三线三 保二很像是三线二 那比较大的那个 是这个总队长是三线三 都不行 我觉得保安警察应该废了 这个 这个大官很多 他兵很少 保安总队的特性 警政署保安总队 一级单位 警政署保安第级总队 头衔很大 但是没什么用 也没什么人 好 那影片拍到黄昭顺 抓陈玉珍的手 去插外交部的门缝 你也难怪 这个民进党的一边 看到睡不着 那你在干嘛 你自己用手去挡 你怎么抓别人的手去挡 这个去插那个 我就觉得 紧一头 然后这个 国民党的台北市员徐红廷 呛说要肉收远警 发动网军 那你不是承认你有网军 怎么说网军肉收呢 好 那当然这个徐红廷 后来有道歉 就说 在那种群众的场合 因为那种 人来风 现场的那个氛围 什么都 你讲那个话就根本 把你们通通录下来 拍下来 然后再做 说 你的家人也倒霉 什么 讲那个话都 都不嫌 这红廷兄毕竟是年轻 这个 平常在台北市会表现很好 但是这种 无中的这要够 要够历练 这不是说 好 那这个陈玉珍 这个手指头受伤要住院 这个我也看不太懂 难怪赖清德去 去窥他 手指头受伤还能握手 那心电土是平的 不知道台大医院在干什么 这个实在是 其实一般来讲 台大医院的病床 是非常非常难 但也是因为立委 你看立把月每次打架 立委去急诊 就保证一定有床 为什么 因为他是立委 已经绿的也是一堆 然后那个例子就不谈了 好 那韩国瑜的选情 该得分没得 不该扣分却扣分 包括这个吴敦英跟吴思怀 最近也被这个 被打得论 但是也很难还手 那吴思怀被抹红 已经被无限上纲 就是要下架 这个吴思怀 那他其实他可以退 他可以退 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想 看吴思怀自己怎么去想 就我一定要干这个部分去立委 不当这个立委 我不行 我一定要当个四年立委 我跟大家分析过去 那个立委没有那么重要 吴思怀如果退 对韩国瑜对国民党选情 是有帮助 但是他不退 一定要当这个立委 那吴思怀就变成一个 这个带罪羔羊 看他自己怎么想 吴敦英 也没办法 所以我简单讲一下 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结论 就是说 我们社会是不公平的 有些事情 民进党可以做 国民党不能做 很不公平对不对 没办法就是这样 我是陈辉文 听到没有 我讲的是事实 那这个 这个我们国家 这个现象 你不能怪我 不是我决定的 不是我造成的 很多事情 就是民进党可以 国民党不可以 很多事情 蔡英文可以 可是韩国瑜不可以 那他现在是执政党 他现在是总统 为什么他可以 韩国瑜不可以 台湾社会就是这样 媒体一定倒了 空战 空又已经不见了 大部分的媒体 是挺蔡英文连任的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 第一段一开始 我跟大家讲说 我认为这是个 很诡异 很诡决的一个选举 跟以前的选举的比 我觉得特别的奇怪 为什么韩国瑜像昨天 也没有什么刻意动 8万10万 他没有叫大家去 有人知道 他在邦局 立委他们会带 他们自己的团队去 这样就8万10万 所以说民调很低的 他场子很热 然后民调很高的 还得靠游览车跟便当 到底是怎样 看不出来看不懂 没关系 但是还有33天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对两边都是苦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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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